今天到第六个宣告 耶稣第六个宣告我们很熟 我们读一读第六个宣告 一二三 耶稣说 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值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 耶稣说 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前面大部分耶稣的宣告 都是一样东西 我是生命的梁 我是梁的门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好木人 我是一个 第五个就是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但到这个时候 他说了三样东西 同一时间 他说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当然这三样东西 可不可以变成三篇道呢 绝对可以的 这三样东西可以很独立地去说 他是道路 真理 生命 但为什么耶稣 到了这个时候 他忽然之间 他的宣告是将三样东西 放在一起 他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一定有他的含义 在当中 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去 看看他的背景 耶稣为什么 忽然之间 在他的宣告里面 他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他的背景 一定要回去 约翰福音十三章 约翰福音十三章 一开始就说 如月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 离世 归父的时候 到了 他既然 爱世间 属自己人 就爱他们到底 哇 真的很厉害 原来神爱我们 是爱到什么 底的 所以你真的可以放心 原来神爱你 是爱到底的 你跟家里讲 神爱你爱到底的 哇 很厉害 接着他就说 魔鬼已经卖耶稣的心意 放在西门 儿子 家略人 犹大的心里 所以耶稣 去到如月节前 他已经知道 他会被埋 于是就开始 如月节晚餐 也很有可能 是最后晚餐 在当中 耶稣帮门徒洗脚 在十三章 洗完之后 去到十四章 他就忽然之间讲 他说 我要走 我要去一个地方 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未必这个时候去 不过不用怕 他说我去一个地方之后 跟着他就给我们一个应许 很重要的两个应许 他就说 就必在来 接你们到我 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 也在那里 就是耶稣 真的好得无比 耶稣的爱 真的爱到底 他说 我去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们未去住 我去这个地方 做什么 他说 去一个地方 去预备地方 预备地方 就是说 弟兄姊妹 你不用存钱 你不用每个星期 每个月三千元 你将来有一个地方 有一间屋 耶稣帮我们 预备了 每个人一间屋 他说 我预备好之后 我就一定来 圣经说 两个应许 第一 我一定来 我一定会再回来 所以今天你跟我 仍然期待着 耶稣基督 再一次回来 回来之后 干什么 他会带我们 去到那个地方 然后永远 与耶稣基督 在一起 但弟兄姊妹 当我们读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第三节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感受 主必在外 接我们 接我们 去到 他 现在 那个地方 哇 我们想不想 跟耶稣在一起 真的很想我 但如果明天来 明天就不要这么快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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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结婚 我还没生 我们有很多东西 我们在这里想 快点回来 但真的面对回来 都没那么快回来 以前有一首诗歌 不知道大家唱过没有 叫做 《起可空手回天家》 就是说 我都没传福音 都没有人信耶稣 起可空手回天家 我手招回去 弟兄姊妹 我们有很多借口 耶稣没有回来 但我们的思想 耶稣快点回来 其实我们很矛盾 我们一方面很想他回来 但一方面又很想他 暂时没有回来 等我玩完 做完些事 我们有很多东西还没做 以至到 等一等 但在这个背景里 耶稣忽然间说 他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究竟为什么 今天我尝试 跟大家去分析这三件事 为什么耶稣要一起说这三件事 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第一 耶稣说我是道路 我发觉道路 大家都明白 一条路 一条路去到一个地方 你要走一条路去到一个地方 但耶稣说我是道路 我发觉现在 这个世界发明一件事是很精彩 真的摸一顶一件事 就叫做GPS GPS真是好 GPS现在在电话里面 我发觉现在的人 开始都不需要问我 知道吗 如果你不会去 打到Google Map 然后就拿着电话去走 我发觉电话真的很厉害 最近我收到一个 一个YouTube的影片 我听完之后 都发觉这个电话 真的很恐怖 开始觉得有一些恐怖 恐怖就是 有一张桌 原来一帮人在那里吃饭 哥哥看着电话 然后那些菜都离开了 那些菜都离开了 但是仍然看着电话 然后大家在电话里面 我们开始吃了没有 开始吃了 好 开始吃了 开始吃了 哇 挺恐怖的 有没有发觉这个短片 我看着真的挺恐怖的 原来今天我们吃饭 是看着电话吃饭 就是这样 但是GPS真的很好 虽然电话这些不好 但是GPS真的很好 GPS的出现 是令到很多夫妻 不用吵架的 真的 减少很多吵架 因为不用问我 但是突然之后 最近我真的有一件好语的事 就是最近我发觉 我自己从来不懂 开车去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说出来 觉得没什么搞错 现在的地方都不懂去 这个地方叫做太古坊 我从来没试过 开车去太古坊 我真的没试 我每次都坐地铁去的 地铁很容易 不然真的要出我的车 不过就买到我去 那天师母就说 她去太古坊吃饭 我今晚在教会有事 她说来接我 我说没问题 说完没问题就开始害怕 太古坊怎么开车去的 我真的不懂得开车去 那些小朋友 什么 Google Mac 摸摸 教我去兴法街 上东居走廊 然后出质如冲 很准 非常准 终于看到太古坊 这么惹主 接着她说转右 我一转右 她说到了 她说到了 那不是那条街 我开始害怕 那条街在哪里 刚刚刚有个的士 和司机 和司机和大佬聊一聊 那条街在哪里 她说 那条街不是 那条街 为什么她说错了 原来当她说转右的时候 我已经过了那条街 因为那条街很近 知道吗 但兄姐妹 GPS很好 她带我们 去到一个目的地 那条路 你应 带我们去到一个目的地 但人的理想 是很大 人不单止 不单止 去找地方 不单止去GPS 其实人 无论西方 无论我们东方 都有一种的观点 希望有一日 我们可以去到 一个乌托邦的世界 但当耶稣说 我们是道路的时候 其实耶稣正正是 带我们一个观点 带我们去到 一个天国的观点 但这个世界 很多时候 都有我们人的乌托邦 在西方哲学家 有一个哲学家 叫做帕埃图 他曾经说过 他说 如果这个世界 建立到一个共和国 Republic 他说有公义 有品德 就可以了 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就是一个乌托邦的世界 很可惜 在他坐生之年 他从来未见过 一个这样的共和国的出现 我们东方 有一个词人 一个人写词的 叫做陶渊明 通常讲到诗词歌苦的 应该是李牧师说的 很少是韩牧师说的 但今天我也讲一下 这个诗词歌苦 陶渊明曾经写过一篇 一首词 叫做《桃花园记》 《桃花园记》 大家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读 我不知道 以前我读的时候 我也发觉 这个陶渊明 的而且确在《桃花园记》 他发觉有一个乌托邦 这个乌托邦就是《桃花园》 但很可惜 当他写这首词 去到结尾的时候 其实很悲哀 他悲哀的结尾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后遂无问尊者 他说 以后 没有人再问他 哪里有桃花园 没可能 这个世界 没有可能有一个 乌托邦的出现 当然 到最后 陶渊明 他是 不畏五斗尾折邀 就离开了官场 来去避世 接着他就说 归去来系 这些东西 我都不懂这些东西 但是 都是回家好些 人有理想 绝对对 我们做基督徒 都有理想 但是很可惜 人的理想 其实真的不容易达到 甚至 一间教会的理想 一间理想的教会 都不容易达到 有个笑话提到 有个人 他曾经去 很想找一间 完美的教会 一间完美的教会 一间完美的教会 于是他到处去找 找到一间 哎 牧师说得不好 去到那间 那个弹琴弹得那么差 去到那间 都没有冷气机 即是没有一间完美的教会 他开始沮丧 原来这个世界 真的没有一间完美的教会 终于有一天 星期一 去到一间教会 哇 去完之后 他说 这间真正的完美教会 有好的牧师 有好的诗琴 有好的敬拜队 有好的代讨者 有好的会众 哇 简直是完美的教会 他完了崇拜 就去牧师面前握手 他跟牧师说 牧师 牧师 真是感谢主 我去到那么多教会 没有一间完美的 但这间就是完美的教会 但当他说完之后 握手之后 牧师看着他 皱了尾头 他说 从今天开始就不再完美 他说 为什么 因为你来了 弟兄姊妹 人没有完美的 今天同福堂 绝对不是完美的教会 因为我自己的牧师在 因为我不是完美的人 绝对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 弟兄姊妹 真的 人没有办法完美 我没有可能建立 一个完美的教会 但是另一方面 难道我们不需要有理想吗 绝对不是 我觉得基督徒 应该有理想 但这个理想 不是我的理想 这个理想是应该 耶稣的理想 耶稣的理想是什么 他说我是道路 我是道路 这个就是他的理想 这个理想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江河西书里说 他 他 即使他 即使他 这个路 甚至说 是我们预备的地方 他预备好 一定回来 一定会接我们 去到那个地方 与耶稣基督 永永远远相遇 所以耶稣说 我是道路 是带我们去到一个真正 新天新地的一条道路 但是 为什么耶稣 不单止只是说我是道路 耶稣的理想 就是愿万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 很简单 但是为什么耶稣 不是停在这里 为什么忽然间 说完我是道路之后 他忽然间要加 我是真理 他说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为什么他忽然间 要说我是真理 这句话很有意思 耶稣从来不是说 我教你真理 很多哲学家很聪明 他们窮他一生 去找很多的真理 于是就去学校 去教你 什么叫真理 但耶稣的宣告 不是说我教你真理 耶稣说我就是什么 真理 为什么 只是单单我试道路是不够 但是第一支妹 我们从小到大 可能我们的父母 都跟我们说 其实 各种宗教都是好的 各种宗教都是道人 什么 向善 我们听过无数年 听过无数次的一句说话 畜徒 就是什么 同归 可能中国就是佛祖 西方就是耶稣 每个人都说 所以五大宗教 其实没什么所谓 你信什么都没有所谓 畜徒同归 最近我们发觉 有一个叫ISIS 大家听过没有 其实ISIS 我们都不太明白 我们每次见到电视机 报道ISIS的消息 通常见到一个穿衣的人 戴着一个 包得紫紫紫 一张眼睛 握着把刀 那些说什么 为什么英国的中学生 一些很聪明的学生 会去土耳其加入ISIS 我真的不明白 大家知不知道 我真的不明白 我真的问 我自己不明白 我就问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有人跟他们 于是我真的买一本书回来看 不是开玩笑 我真的买一本书 关于ISIS的书 究竟为什么人们会跟他们 原来整个ISIS的背景 没错 当然是伊斯兰教 但伊斯兰教在哪里 其实他们真的有一个系统 而一个系统 是令到他们觉得 他们去到一个乌托邦 真的 整本书是在说 他们的体制 他们的行政架构 他们的繁密工用 你会发觉 哇 这个真的挺好 这个是乌托邦 但第一 姊妹 单是道路 今天很多人说 我会带他们去乌托邦 就算去年 我们香港发生的事佔中 很多人都说 金钟简直是乌托邦 家里不洗地 他们那边洗厕所 挺好的 他们一起读书 一起烦为公用 一起睡在帐篷那边 不用担心睡在哪个帐篷 每个帐篷都可以睡 挺好的 简直是乌托邦 但第一 姊妹 人的道路 可能带你去乌托邦 但是这条道路上面 需要有真理 什么意思 这个真理就是说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真正的真理 就是耶稣这里所说的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像 耶稣他自己就是神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真理 就要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 就要认识真理 因为耶稣本身就是神 我们的信仰 是绝对经得起 任何理性的考验 我们不是说圣经 是一本科学书 我从来没有说圣经 是一本科学书 我从来没有说圣经 是一本完整的历史书 很多人会挑战教会 就说圣经有没有讲恐龙 有 创世纪说了 哪里有讲恐龙 各从其类 各从其类 我不知道有没有恐龙 一定有的 又说圣经有几千年 不是 现在世界 有几亿少年 圣经说的东西 不一定说要说 那么多东西给他听 圣经只是说你想要知道 就足够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说 圣经是一本完整的理事书 我也没有说整部圣经 是一本科学书 我要证明什么什么 反对什么什么 不过 我们的信仰 里面所记载的 绝对经得起任何的科学 任何的考古学 可以去经得起任何的考验 完全都是真实的事 但是更加精彩的 圣经不只是我们的认知 我们不只是知道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只是认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没什么厉害 没什么厉害的 撒旦魔鬼都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是经历祂 我们的生命 因为耶稣基督 可以将我们的生命被转化 这个才精彩 我们除了认知 同样有经历 弟兄姊妹 你信耶稣的时候 耶稣的时候 有什么生命改变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些改变 对我而言 改变很大 对我而言 我从来没有想过信耶稣 但是耶稣 他改变我 原来我整班中学同学 觉得简直是神职 何致敌做牧师 信耶稣已经是神职 还要做牧师 真的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牧师 我自己在我的人生当中 但是我做了牧师 是神职 一直做了三十年 做到现在 第一姊妹 我从来没有想过 但是上帝 改变我 经历的考验 我生命有改变 同样 耶稣基督 在你的生命那边 同样是有改变 但是这个改变呢 其实耶稣曾经提过 其实信耶稣做基督徒 一点都不容易 大家不要以为 信耶稣好 信耶稣有了神迹 病得医治 真好 但是信耶稣 其实是很大的挑战 信耶稣有时比 还难过生活 也不奇怪 为什么 因为耶稣说了 耶稣说了 耶稣说 世人都会恨你们 世人都会恨基督徒 为什么 因为世人恨基督徒 知先 已经恨了谁 恨了耶稣 所以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时候会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会耻笑我们 信耶稣 是弱者 我们弱者信耶稣 看看多少子妹信耶稣 没有什么弟兄 弟兄强者 弟兄姊妹 我们以为信耶稣 真是很大的挑战 你借饭 爸爸妈妈会骂你 喂 我谁养你 是我养你 还是天父养你 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 甚至可能公司 可能很多排斥 因为你是信耶稣 因为你拿正来做 你说我不会说谎 我拿正来做 有人会说 怎么搞的 你不懂世界 即是不懂世界 即是 世人会恨我们 为什么 因为世人已经恨了耶稣 但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恨里面 面对这么多的困难当中 基督徒并没有特别的 基督徒没有说 我们一做基督徒 立即去到电话亭里面 一出来就变成一个人 就变成一个超人 不是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们基督徒成为超人 但是我们的生命 它不一样 为什么 第三样 耶稣说什么 我是生命 不单止我是道路 不单止我是真理 不单止有条路 带我们去到天国 不单止有个真理 可以经得起任何的考验 而第三 耶稣说我是生命 耶稣对生命的定义是什么 是什么 在《药王福音》第十章 十七节 十八节 有一个定义 我们读一读 耶稣基督的定义是什么 一二三 我一说 我父爱我 因为我将命舍去 好在取回爱 每有人自我应该 使我自己死 我有权命死 大家有权命死 耶稣将生命定义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就是我要死 他说我的死 是要废除魔鬼 恶魔所控制的死权 讲死权是魔鬼 但耶稣说我用死 来废除死亡 以至到耶稣说我要第三日复活 让这个复活同样是胜过死亡 不单止废除死亡 也都是胜过死亡 以至到耶稣 他是有永生的生命 今天我们有权兵 成为神的元女 耶稣说的 我们有神的元女 所以今天你和我 是拥有神的一个永生的生命 恩上我们有永生的生命 恩上耶稣基督 已经败坏死的权兵 以至到今天 理应我们的人生里面 我们不需要恐惧死亡 弟兄姊妹 当然我这么说 说就容易 但是真的去过不恐惧的人生 并不容易 加上其实我们人的寿命 人的寿命 其实越来越长 两年之后 2017年 很多人这么说 他说2017年 65岁或以上的人数 是多过5岁或以下的人数 你想想想 人的年纪越来越什么 长命 而出生的呢 是越来越什么 低 所以我不用做先知 我都会相信 将来一定会加税的 因为怎么养我们 我们不死 是不是 他要做事 我又不做事 但这方面 去到2050年 大概35年之后 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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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六百万 一百岁或以上的人数 哇 六百万 所以千万不要捉人 就是长命百岁 将来有一个百万人是一百岁 哇 那怎么办 人的命越来越长 又死不去 所以世界上不是说 真的死不去 七十岁以下 才是青年人 今天现在全都是青年人 知道吗 七十岁才变成中年人 这个是世卫说 不是我说的 我们个人都有青年人 来跟家里说 有青年人来的 你真是 是不是 你都没去到中年了 真是现在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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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排租 第一次会 不过 就算去到一百岁 就算去到一百岁 比起永生 只是一点而已 将来的天国 是一个永远的 生命的天国 我们永远永远 与神在一起的 一个角度 就算我们长命八岁 So what 我们中国人 有一个孔子很厉害 孔子真的很聪明 他曾经说过 他说 未知身 焉知什么 死 他真的很聪明 包装得很好 他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死亡 于是他就说 未知身 焉知死 他说我人生都没搞定 怎么会搞死 因为事敢死 他聪明过 苏家在底 苏家在底都这样死亡 不过他想不通 孔子聪明 他说我废话 我废话 他说我废话 人生都没搞定 还会想死 但是弟兄姊妹 真的 但是耶稣说 我超越死亡 我战胜死亡 我废除死亡 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 整个教会的事当中 这么多的基督徒 他们愿意为真理 为耶稣而死 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 很殉道 就是因为他知道 死亡不是一个终结 因为耶稣说 我是什么 生命 道路 真理 生命 不能够分割 是耶稣这个宣告 不能够分割 这条路 带我们去到天国 但是这条路 是经得起真理的考验 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 认识真理 而同样 我们的生命 是超越 我们现在人所看到的生命 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 一样就说 到最后 即是值着我 每一人不值着我 就去到父那里去 我们一定唯一条路 就是值着耶稣基督 所以司徒行转曾经说过 除他以外 别什么 无拯救 唯一的拯救 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命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很多人会说 我们基督教很霸道 为什么不可以树途同归 但是如果我们认同树途同归 就真的不知道哪个是真理 但是我们的信仰 是经得起我们理性的考验 经得起我们感性上面那种的见证真实 我们看到我们的耶稣超越死亡 战胜死亡 揮除死亡 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 好好地把握 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 这段的日子那边 我们仍然可以按着上帝 给我们的使命 去成就上帝 以我们成就的一个工作 我们要好地 来将福音传给更多人 因为唯有福音改变人心 制度 制度 都是人去控制的 一个很完美的制度 因为人的不完美 仍然会令到这个制度 成为不完美的制度 唯有人的生命改变 所以弟兄姊妹 耶稣说什么 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这三件事 不可以分开 在我们的信仰里 这三件事 是要合同 才能够看到整个基督教的 救恩的进程 所以弟兄姊妹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不要看自己 有多么渺小 多么卑微 不要看自己 能够可以为主做多少 我们只是为主做上帝 要我们做的事 Amen 我们求主给我们更大的使命之余 但我们求主给我们带着谦卑的心 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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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